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药材财经台 和大家一起看看昨晚美股的表现 看到纽约股市已经是连续第二日上升 虽然数据经济不及市场预期 但企业的业绩推动之下 股市是反复靠稳的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是升8点 收报12402点 比准普业500指数升5点 收报1325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就升21点 收报2782点 另外港股AER方面是个别发展 汇空跌了0.4% 收报79.83点 中石化方面升了0.69% 收报7.55点 中联通方面轻微上升 收报16.37点 中石油对轻微上升 收报10.54点 另外中海油方面 跌了0.62% 收报18.56点 中国移动升了0.18% 收报69.93点 中旅方面升了接近1% 收报6.65点 国售轻微下跌 收报26.25点 另外欧洲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的 伦敦富士100指数收市升了10点 收报5,8880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跌56点 收报7,114点 巴黎克指数跌11点 收报3,917点 另外看油价表现 就看到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因为美国首次新领失业人数上升 市场担心美国经济增长前景 但美元回软限制油价跌幅 纽约7月份旗油跌了1.09美元 收报100.23美元一桶 而伦敦布兰特旗油升了12美元 收报115.05美元一桶 另外看金价表现 金价是反复低收的 但避险情绪令到跌幅收窄 纽约6月期间方面 是跌了3.9美元 收报1,522.8美元 另外汇价表现方面 欧元持续受压 对瑞朗创了纪录新低 因为对希腊能够获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忧虑升温 欧元集团主席荣克就说到 希腊的经济回复正轨之后 就可以获得下一笔援助 令市场担忧 希腊能够取得新一笔120亿欧元的援助 但回价走了 港元7.7837 日元81.189 欧元1.4132 英镑1.6388 瑞朗0.8661 家元0.9792 欧元1.0617 柳元0.8082 另外国负债券方面 十年期的支息率是3.06 而30年期是4.22 另外看市场的消息 欧洲央海总裁特利借就说到 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稳固 见到近几个月的通胀前景出现向上的风险 以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 也严重影响到整体的通胀 他也说必须避免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 引发第二轮的通胀效应 当局也正在密切监控通胀形势 准备采取一切的必要手段 离行职责 这个时间加回给晶晶继续听环球股市表演 好 谢谢Nicole 首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嘉宾 今次做是有我们要才证券研究部分析员 陈米豪先生 Rafi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Rafi 今天我们这个环节 讲一下外围方面的消息 见到美国方面 其实是连续第二天高收 刚刚Nicole也说了 企业业绩向好 科技和一些非必须的消费品股份 都是带领着股市上升 不知不过 昨天又出了一些数据 就是关于美国上季的经济数据 增长只有1.8% 即是超过预期的 消费开支的增长 亦都是大幅向下收定的 加上上星期新领失业救济人数 又是出乎意料之外上升 其实种种数据 亦都可以反映到 其实美国的复苏动力 依然是比较弱了 如果你说初步这样看 美国方面的复苏力度 的确就可以见到 近期出的一些 经济数据 都会见到比较参差 大家都会见到 这个复苏力度好像没有预期之中 来得这么高 或者这么好 慢慢来着 大家又在担心 经济是否真的有一个放緩 特别来说昨晚的 虽然你说昨晚最主要围绕两个数据 当然就是一个 逢星期四都会出的 一个失业救济金人数数据 第二当然是昨晚一个 叫第一季 GDP方面的数据 如果对比两者来说 我觉得昨晚对整个美国股市来说的影响 其实救济金人数的影响 就不是太大 因为来说始终每个星期四都会有的 反而大家如果真的看 失业救济人数 只是看失业的数据的话 反而会看昨晚出现 近四周的移动平均值 因为那个数字 参考性会比较高 虽然你说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昨晚是叫做预期之外的增加了 但是为什么对股市来说 没有太大的负面反应 因为那个刚才说的 四周的移动平均值 其实还有一个减少趋势 这个参考性的确是比较大一点的 第二样 当然说到昨晚的GDP方面 为什么说 叫低1.8%的增长 更加差一个预期 因为预期有2.2增长这么多 大家都会看到第一季 当然来说最大的问题 因为GDP方面有几个因素组成 比如说消费等等 政府开支等等 你会看到 佔了GDP七成 都是一个消费者的消费 这一方面 你会看到特别是食品或能源 就是油这些 第一季来说的升幅这么厉害之下 都很明显会蠶食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所以令到这一部分的消费开支 的确是远远有下降的 特别是在去年第四季4% 更加明显放缓 所以拖累整个GDP 做得不太好 但如果看到昨晚美股不跌 我会觉得 但其实升就升了8点 你说是否太明确方向 暂时也不是 我觉得少少拉锯状态 仍然以观望为主 暂时整个市场比较静 美国各方面有暂而观望 其实我们看到 欧赚危机方面 依然持续 大家都关心着 希腊是否可以得到IMF的援助 因为他们的欧元集团主席 荣克的说话 其实都挺令人担心的 因为很可能表示 希腊是不可能得到 下一轮的援助 120亿欧元的援助金 看到欧元兑赚又再创新低 我想问问 还有其他很多因素 也是拖低一些汇率 我想问问Rafi你有什么意见 如果说到欧洲方面 特别是欧债方面 如何影响欧元 如何看欧元 我觉得都挺视乎 正如刚才所说的 希腊方面的援助计划 是否能够如实落实 得到IMF的帮助 因为昨天 欧元区主席也有说到 如果希腊12个月的 削尺或减尺计划 不能够叫余实进行 或者有少少问题 都可能得不到援助 所以令到欧元方面 昨晚一度也有少少瘦 但为什么 昨晚就听你说 欧元仍然维持升势 其实很明显大家看到 因为昨晚 最主要是近期 你说见到是否某一种 投资工具或某一种产品 是有很明显的升势或跌势 其实完全没有 你会见到每一天 都好像围绕着不同的投资工具去炒作 可能今天在欧元上升 第二天可能是美元上升等等 我明显见到市场上 资金也会不断去到走 暂时没有一个明确方向 去推升一种产品 所以我觉得昨晚因为美国方面的数据 比较不理想之下 令到大家 又可能之前追捕美元 慢慢的资金流出来 又再推回一些 如果你说是对美元 当然是选择 金、油、甚至乎 欧罗 当然是欧罗为主 特别是你会见到 除了欧罗 昨天也有一个升势之外 亦会见到碎浪 亦有一个升势 后面传统来说 为什么碎浪为了升势 就是当大家风险意识高的时候 其实有些资金避险的作用 都会有部分资金 都会流向水浪 所以整体上 令到昨天欧元和水浪 都仍然维持的升势 但主要是接下来的问题 我觉得欧元方面 你说能够维持 好像之前那样强的升势 这方面的确有些保留 因为你会见到高位 可能充到1.5 充不破之后 就是对美元 那就下回来了 但近期你都咬着 上升轨道的底部左右位置 就是在1.4的区间 我觉得未来仍然 大市或欧债方面 仍然有明确的一个 援助或解决方法 我觉得可能欧元 有机会再试多次 下降底 即上升轨道的底部 大概1.300这些水平 才知道真正明确 未来的方向是怎样走的 就是欧元近期来说 走势都不是太明朗 Rafi,我们看看 港股开市的表现 就是升39点 22,939点 不知可否保持到美市收市 就港股三年升 期指方面升79点 22,945点 高水5点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会有开市感浪的环节 稍后见